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30年前的12月25日 即是1991年的聖誕節 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爾巴喬夫 正式下台並宣布蘇聯解體 在蘇聯解體後的30年裡 前蘇聯的兄弟 世界上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陣營 中國共產黨 對蘇聯的解體原因研究到現在 30年前的12月8日 在白俄羅斯羅列斯特的 比亞旭耶澤原始森林舉辦的一場會議 會議上 三名與會者本想討論石油和天然氣儲備 但他們最終就簽署了一項協議 推翻一個帝國 結果震驚了全世界 這三人分別是俄羅斯總統葉利欣 白俄羅斯總統舒什克維奇 和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休克 他們在別諾韋日協議指出 作為地緣政治現實和國際法主體 蘇聯不復存在 澳洲廣播電台ABC報導說 中國共產黨 稱讚寫了幾千篇內部論文 舉行了學習會議 甚至還製作了一部蘇聯跨台的記錄片 中國問題專家沈大衛向華盛頓郵報表示 他們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覺 都是想著蘇聯解體這件事 它影響著每一個重大決定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2012年 洩漏了一個和黨內官員的說話 官員問為何蘇聯會解體 習近平說 一個重要的原因 是他們的理想和信念搖動 最終沒有人是真正的男人 沒有人站出來反抗 蘇聯的解體 帶給中共三大恐懼 分別是 第一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腐敗 澳洲廣播電台報導說 早期蘇聯是美國的經濟對手 擁有巨大的製造能力 但是最終腐敗摧毀了效率 到最後幾年 由於太空成本 和美國的軍備競賽 以及捲入了拉丁美洲 非洲和阿富汗的代理人戰爭 令蘇聯的經濟陷入困境 蘇聯的計劃經濟 是由中央控制的 具有效率低、浪費 和貨物短缺等幣端 奧魯金斯學會的奈格羅蓬特說 勞報只有紙面價值 蘇聯公民 中共持有400億至4,500億勞報 但是他們沒有什麼地方可以使用 商店貨架幾乎沒有什麼消費品 意識到蘇聯的錯誤 北京拒絕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並且接受了所謂的 中國特色資本主義 中共試圖用錢來控制民眾 追求和任何成功的自由經濟體 類似的物質生活水平 但是這樣並不意味著 它擁抱西方的價值觀 第二 開放信息 Grasnost 在英文大致翻譯為開放 是戈爾巴喬夫在80年代中期拯救蘇聯的最後一條 經過幾十年的審查和消息封鎖 戈爾巴喬夫進行改革 提高政府透明度和人民的言論自由 被禁書籍准許放回去圖書館 很多公民第一次了解到前蘇聯領導人斯泰林的暴行 俄羅斯人突然接觸到西方國家相對奢華的生活方式 新的開放政策是在赤爾諾貝爾發生了毀滅性核事故的同一年通過的 公民利用他們新獲得的言論自由 表達了對這場災難的憤怒 戈爾巴喬夫後來說 赤爾諾貝爾災難比其他任何事都開啟了蘇聯更大的言論自由的可能性 以至於我們所知道的制度變得站不住的 北京領導層內部的很多人認為 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垂死掙扎的歲月中承諾的一項名為 公開透明的蘇聯政策是個致命的錯誤 考慮到這一點 北京領導層在管理中國境內的信息流動方面就更專制 中共利用法律和技術的結合 建立了所謂的中共防火牆 阻止或限制人民瀏覽西方網站 包括Facebook、谷歌、Twitter和維基百科 第三 顏色革命和西方影響力 中共將蘇聯解體的責任 直接歸咎於戈爾巴喬夫受到西方的影響 2013年 中共強制共產黨官員 看一部由6個部分組成的紀錄片和平演變 該紀錄片警告說 如果中共屈服於和平演變 可能會面臨與蘇聯類似的命運 中共領導人一直認為 美國正在緩密 而且肯定在試圖推翻北京的領導地位 不是用炸彈 而是用民主價值觀 專家表示 一些中共黨員擔心 如果被西方文化佔據主導地位 可能會在中國發生所謂的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最初出現在前蘇聯的 反對政府的和平起義 中共官員在中國2015年的國防白皮書 指出 反華勢力從來沒有放棄在這個國家 煽動顏色革命的企圖 一名北京高級官員表示 2019年香港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就具有明顯的顏色革命特徵 因此 北京一直試圖將周邊地區 臺灣 香港 新疆和西藏 致於他越來越嚴格的控制下 美國企業研究所 亞洲研究主任布大連 在他的著作《中國惡夢》中指出 雖然中國正在採取行動 進一步實現更宏大的紅心壯志 但他也面臨著深刻的內部問題 和黨內日益腐化的問題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於《大紀元》記者 林藍的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